嗨,基督教今日报的读者你们好 我是The Hope的Pastor Adriana 你知道我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 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 大概六年级,十二岁的时候我就受洗了 可是那时候受洗的原因是因为发生921大地震 然后921大地震发生了之后 家人很怕我们会上不了天堂 因为那时候你很有可能随时一个余震来你就走了 所以我们就被安排受洗 可是那时候因为不知道受洗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然后当然就是解释说 那个就是一个上天堂的门票 就是在你额头盖一个印章 以后你上天堂的时候他会看这个印章 如果有那个印章你就可以进天堂 所以我就心想 那我就已经有一个进天堂的门票了 所以我安了,我就没有关系 我就可以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后来到青少女的时候 我就开始慢慢地离开教会 那当我离开教会以后呢 我就开始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后当然我也慢慢地开始失去那个盼望 因为我也没有真的是在一个community里面 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很叛逆 我还会去challenge我妈妈 我跟她讲说 如果我现在怀孕的话 然后跟你说是圣灵让我怀孕 你会相信吗 然后我妈就没讲话 然后我就说 那为什么那时候玛利亚怀孕 你们会相信 明智未开嘛 因为古代人不懂嘛 所以大家都相信嘛 现在呢就很叛逆 然后说了很多很忤逆的话 那我觉得很奇妙是因为到后来 就是我就一直在外面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到后来就是有一次我在帮我一个朋友固定 那有一个陌生人进来 然后他就想要买东西 然后他就突然有感动说 我是基督徒 我可以为你祷告吗 我就哦 好啊 没关系 那大家为我祷告的时候 他就说出了很多 是只有神跟我才知道的事情 甚至是不会有人知道的 所以祷告一阵子我就看他说 你怎么知道 他就说我不知道 然后就很奇妙 那时候感觉 就是不管我跑的多远 但是神都还是一样用以前的那个眼光来看我 他就是告诉我说 我在他眼里一直都没有变过 都是那个很单纯的那个小女孩 所以那时候 我记得他是跟我讲说 我小时候是很喜欢写字还有画画的小孩 因为我小时候是真的有写厚厚的一本 自己的小说 自己的漫画 然后非常热衷 每天就是一直写 写了好多年 所以我那时候感觉说 不管我做了什么事情 我经历了什么 可是在神的眼中 我都是一样 就是那个很单纯喜欢画画 跟画漫画还有写小说的那个小女孩 然后再来也有其他的人 开始鼓励我回教会 甚至去发一些敬拜的歌曲给我听说 这个好好听 结果那个敬拜歌曲里面 写的完完全全都是 我这一阵子离开神的感受 所以因为这样种种的这些signs 然后我就自己偷偷的回到教会 是一个没有人知道的状况下 我就在我家最近的那个教会去 直接去参加 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一坐下来 然后就有一个很感动的感觉 就感觉神说 欢迎回家 虽然你离开九年十年 可是你在我眼里还是以前那个孩子 然后我不会因为这样很生气你 你去哪里了 而是我好开心你可以回来 然后那时候我回到教会以后 我就每天每天 只要是在敬拜 在主日 我就是一直被圣灵感动 一直哭一直哭 所以就有很多很多圣灵的带领 包括我就是神机似的 被圣灵充满啊 然后被神触摸啊被医治啊 这些东西让我开始回到教会 然后重新去认识这位神 我才知道原来我去认识的这位神 跟我以前想象的非常不一样 所以我不管你是不是离开过教会 或是你对神有一些错误的认知 都是从别人那里得知的 我会想要鼓励你 你可以亲自来认识这位神 因为当你自己去认识这位神 可能跟你以前想的是非常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我想要祝福每一位读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